方丽娜微微皱眉 难道你不是写给她的 可我刚刚明明看见你写她名字了 猪肠皱着眉 低声道 你还看到什么了 方丽娜轻松地笑着 嘿 别紧张 我就是瞟了一眼 就看到她的名字而已 那你告诉我 你是要写给谁的 我保证不说出去 而且嘛 要不要我帮你把秦初 送给你想送的人啊 猪肠摇头 我没有再写情书 你别乱想 那你在写什么 写日记 写日记 方丽娜不解地问 暑假不用写日记呀 我自己练练笔 每天写点日记 提高一下作文成绩 方丽娜失望地吐了一口气 哎 真白激动一场 你太让我失望了 不过 如果你连作文都上去了 你就是语书外雾化生 通吃了 叶池明几个以后 还想设计让你发挥不好的话 就更没戏了 放心吧 我不会把你这个核心武器 透露出去的啊 对了 今天的昨夜 借我看看呗 朱长马上把几个本子放上 谁知 他刚把本子交给方丽娜 班主任老陆出现在门口 并且盯着他 笔直朝他走过来 他和方丽娜都愣在那里 老陆走了过来 低头说了一句 你先出来一下 朱长一惊 马上向方丽娜 要回了作业 又把那本日记本 塞进书桌 一堆书的最中间 跟着老陆出去了 几分钟后 他重新回到教室 两眼通红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收拾起书包来 其他同学纷纷朝他看去 有的好奇 有的幸灾乐祸 方丽娜一脸紧张 又愧疚地道歉 就这个事 老陆又不让你上课 让你回家 太过分了吧 朱长一而头 不是这个 那 他目光视了一下后面 小声道 又是他们害你啊 朱长还是明着嘴 摇了摇头 很快 他把书包塞满 拉上拉链 重新拿出几本作业 交给方丽娜 明天你帮我交 你想抄就抄吧 没关系 你要干嘛去啊 老陆要把你怎么样啊 方丽娜顺时 感觉到一股义愤填膺 朱长用手 擦了擦眼角的泪水 凑过去低声说 我爸死了 家里要我快回去 你别说出去啊 方丽娜的表情 整个呆滞了 惊讶地看着朱朝阳 随后点点头 啊 你快回去吧 我不会告诉别人的 回到家时 屋子里挤了不少人 除了周春宏的青哥 青妹两家人之外 还有方建平 等几个水产厂的老板们 众人见朱朝阳满眼通红 显然哭过 不禁纷纷唏嘘 安慰了他一阵 随后 方建平跟他说了具体情况 今天白天 派出所在大河公墓 发现了你爸和王瑶的尸体 据说 是遭人抢劫杀害 具体案件的情况 公安会查 现在最重要的是 收拾好情绪 赶紧去厂里 你是周永平的独子 按普通人的观念 你是继承人 但按照法律 王瑶家的亲属 也有同等的继承权 所以 得赶紧先站住工厂 可不能让他们赶了心 把重要的财产 都统统转移走